Hello,各位投资者,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电最极,05-01期 恒指连续升七日 中区有目标位多少呢? 我叫做个老师,来时 好了,我们今期仍然分为三个步伐 第一个步伐是昨日周二的一个收盘点评 第二个步伐是恒指方面的分析 亦有个台比较关注 港股就连续四日进入超买区 那即将来的趋势怎么看呢? 今期的会来时就有个同学去分析一下,好吧? 第三个步伐仍然有个股分析 有同学就问到阿里巴巴、中区油、小麦集团 以及两个美股分配的特色和可口可乐 那这个股为什么同学持续关注呢? 同样今期的会来时就有个同学去详细解答,OK? 好了,在放浪之前再提醒个同学 那无论现在坐在电脑旁边,还拿着手机 尤其是第一次收看,我最新教会的个同学 那你们记得在YouTube的频道,按订阅 订阅后再按黑色的小铃铛 才能够时刻收拾到我最新的教学,好吧? 好了,最后的正题 那今天是星期三 以往跟大家讲回当日的一个早本提示 那当然今天是5月1号,今天是休市的 然后呢,今个星期开了两天,休市了一天 那即将下来明天后日,依然是迟早的开始 就今天 所以我黎sir就跟大家讲回昨天 4月30号的一个港股组盘提示 那昨天4月30号的8点22分 黎sir与其将港股行情提示 星期已经将来上手机办特色指标的图 那当然在提示方面 那旅报学员就知道 那其实星期一和星期二的提示 基本上是比较类 那类似当中也有少少不一弱 那当然我们通过我们的早本提示 大家提到右手边的图 那现在指数方面,大家很明显 那现在是处于一个看好的趋势 为何呢? 因为现在我们整体处于一个红色飘带 红色飘带的看好 我经常跟大家讲,趋势就向上 那我看淡 那大家知道淡 就整体趋势是跌 我强调趋势,不是每日升每日跌 大家看到没有?趋势升的话 那有时它都有回落的情况 对不对? 那当然飘带的功能非常之强大 飘带除了它颜色的转变 我们知道 去马日,六转红是马日 红转红就沽出 那当然这个位置的时候,我都强调 这个飘带会不会好像之前 红转红的时候 都是短暂 因为我经常跟大家讲 飘带是对表中短期 中期就一个月以上 短期就一个月以下 对不对? 所以说它都是对表短期 只不过有时这种情况 就说明是上落调整 当然这个本身是调整 只不过 我认为的因素的一个情况 就跌了 那当然 最近升 李傅也跟大家讲到 是一个中正监推出的一个政策 导致现在升得比较强势 很怕 所以说很多时候 技术调整或者技术拉升 这种情况 有时会受外围的利空 或者利好影响 它的一个情况 就会发生变化 好吧? 那当然飘带 我们知道 飘带本身的一个变化颜色 那当然好像每当红色飘带 收阳珠好像这些位置 我经常跟大家讲 等到它回踩收阳珠反弹 那当红色飘带收阳珠 就基本回落 红绿飘带 大家看到没有? 放大一点给大家看 它本身上下沿边 都是一条两条线 它经过我跟大家提示 一个阻力和支持 那当日飘带如指数 飘带之下 我经常跟大家讲 是 就变成阻力 那当日阻力 经常被人打破 阻力打破了 就变成支持 所以支持 跌破了 就变成阻力 阻力支持 是双户转换 所以目前来说 飘带 大家看到没有? 变阔向上 是非常之好 所以我第四条跟大家讲 红绿飘带的 红色飘带 现在持续向上变阔 所以很多时候 我跟大家讲 飘带我们要关注 不是说它转了颜色 我们知道它一定要沽 或者一定买 我们一定要持续关注 它这个飘带究竟 有没有变阔向下 或者变阔向上 这个很关键 大家经常要比较仔细 关注 当然这种情况 最结合 我们的第二个特色指标 因为经常跟大家讲 股价升跌 和资金有关系 最终庄家 就是帮我们判断强势 或弱势 资金流向 就是我们判断 比较容易明显 判断升跌 所以说庄家图 都可以这么看 不过资金流向 会比较直接 或者比较单向 所以来说资金流向 现在我们看到 资金贝利 它持续流入 这段时间 肯定升的比较多 大家看到没有? 是不是升? 所以每次我和大家说 绿色灯变薄的时候 可能就会转向 红灯变薄的时候 就会转向绿色 但是有时候 都会持续拉升 当然 我们知道资金贝利 现在我们这个系统 我们系统还可以看到 夜期 夜期它可以提前 我们看到 明天第二天 大致的情况 我们知道 通过夜期 我们知道 流入的速度有所减弱 所以我经常和大家说 包括星期一的时候 我都已经和大家说 我们夜期 其实已经出现了 连续两天 出现了 不同位置的沽出 等我还和大家说 为什么有不同位置的沽出 反正 出现了沽出信号 那基本上 大家就要紧慎 因为有高位的回落风险 不过 就今个星期 我一直和大家强调 就是我们KDJ 因为KDJ已经连续三天 准备超买 超买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快出上升阶段 很多情况和大家说 超买它是两种形态 一种就比较强 就像现在这样的情况 快速拉升阶段 因为它有资金日常 快速拉升阶段 一种比较弱的 就像大概这个位置 就高位调整 这样 所以不同的一个情况 有不同的一个分析 或者不同的理解 所以大家 不同情况 大家一定要分开 或者自己 根据乃Sir的思路 去分析 这个是指数方面 OK 各个股 各个股 石油银行 煤炭 航运 当然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些是强势板块 为什么叫强势板块 因为现在 乃Sir跟大家说 因为有风险回落的趋势 大家看到 其实 这两天的一个力度 都是减弱当中 通过板块 大家会看到 为什么呢? 因为基础上跟大家说 如果指数升 绝大多数的板块 过股 都是升的 那当然 如果强势的一个板块 过股 它相对大 即是大盘 即是我们的指数 会强些些 比如我经常跟大家说 煤炭 大家看到没有? 现在还是反弹 银行 大家看到没有? 还一直拉升 然后呢 石油 大家看到没有? 都是比较强 不过大家看到没有? 比如说 军工已经出现沽出 就是它到了顶 要回落 餐饮 对不对? 不过这些相对 累防 但我没有发现 这些相对比较弱的板块 基本上 或者 跟着我们指数行的这个板块 基本上 大家看到没有? 就是要开始回落 因为大家看到 通过 sorry 通过夜期 虽然也会跟大家说 夜期其实现在开始跌了 夜期提前已经开始沽出 所以现在绝大多数板块 其实现在跟着恒指 可能即将下来 都会 开始回落 回落 今次呢 是大跌呢? 或者是调整呢? 那等着黎sir就通过恒生指数分析 和大家说 好吧 那我们看看我们昨天 星期二的一个开市情况 昨天呢 大家看到没有? 开盘17843 我记得好像昨天都是跌的 不过反而高开 所以说 任何几个分析没有8分 OK 那大家看到没有? 开盘17843 高开 然后整体 那最终收市呢? 那其实 就是17763 那大家看到没有? 那其实周一的时候 已经到达了188 那我们昨天并没有 反正现在188 基本上 乃sir不是和大家说 当时乃sir还没有保守 或者到五月 那现在四月底都已经提前了 说明现在的一个股市是非常之强 因为来说一个星期就升了一千多点 那现在都足足差不多两千点 从它起步过一天 大概是3月19日那时候左右 升到现在 最终升幅呢 16点不多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 尾盘在这里的竞价的时候 跌了 其实乃sir看正常四点钟收市的时候 还升四十几点再好 四十几点再好 那一跌下来 会不会延续到我们的下一次 我们下个交易日的一个股市呢 那我们进行下一个环节 恒指分析 好了 那最后我们的恒指分析 我们 因为来说今天5月1号 那按照二网 有同学 就有多人问到 乃sir 会不会按照之前的五穷六绝七翻身 那都是五穷六绝七翻身 自从乃sir的教学 从2022年开始 因为我教学3月19号开始 这个频道 就和大家 这一年开始说 2023年都有重复和大家说 那其实大家去关注 乃sir之前 前两年刚刚开始教学的时候 5月1号 和大家说的这个 五穷六绝七翻身 其实它是对比一个区率 不是百分百 而且它并不是指港股 它反而指美股 可能会比较 大可能性是五穷六绝七翻身 最加上每年的情况都不一样 我经常和大家说 所以我经常和大家说 一句说话 历史不断重演 不是简单重复 所以大家要认真 每一次的股市 并不是每一次都一样 所以大家要看看 我这一期的教学 2020 前两年刚刚开始做的时候 好 那按着乃sir思路 现在是怎样 乃sir的一个分析师 依然是按着国际现实政策 最佳技术分析 那当然全技术 美股做到80% 那港股呢 港股呢 因为它夹着中国大陆 和美国之间 我们知道 中国的A股 基本上 就是政策市 领导国家说一句话 每个板块过股就会升 因为本身 A股就四千多个 过股比较多 不像港股才两千 三百多个 我记得 那港股呢 因为我知道分析港股 我们要看恒生指数 恒子又不能够独善其身 它受A股港股 最加上最重要的 它的成份股 有700 3690 和99800 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大家看看我周六的教学 都有详细和大家说 为什么恒子会跟上证指数的原因 好吧 那现在国际形势政策 有没有呢 有没有影响呢 那其实 黎sir认为 之前升 之前黎sir是4月2号 4月20号 和大家说 中政監推出资本市场 只不过这次的推出 黎sir没有 没有深入的一个理解到 它对股市的一个力度 非常之大 这个是黎sir的一个 就是说 相对分析比较微度位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造就升得比较厉害 那当然 我知道 本身当时跟大家说 有这个消息 就对股市非常之好 因为它针对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 包括股市 对吧 好吧 最加上之前 又针对内地A股的 各9条 有同学都问到 各9条 其实这个好像各5条 那当然现在 黎sir看到昨天 就 最近 有比较不好的 依然是美联储的一个 减息 减息 或者降息 现在减息 基本上 这个 就是 慢慢又淡化 所以说对股市 其实大家看到美股 今天 昨天也是表现得比较不好 所以说 分析美股的时候 其实大家看到 昨天美股 就比较预约 好吧 那现在我看看 美股的 勒斯达克和 杜瓊斯指数 我看看指数方面 勒斯达克 为什么要我们先分析 勒斯达克 因为美股 它是靠科技股 去支撑的 那勒斯达克 它是看科技指数 然后呢 大家看到没有 昨天也跌得比较多 无论是勒斯达克 或者杜瓊斯指数 那还有句话 都是一样 重重复复 因为 现在中国的隋虎 集中于楼市 中国的隋虎 集中于楼市 然后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 内地有些楼市 各方面 有些可能 就不稳定 那美股股市 那我们看到 它隋虎集中股市 那现在加息 也持续了 所以有些银行 都是比较不稳定 好像最近的一个 美国的第一共和国的银行 好像又倒閉了 所以说 这种情况 就造就现在的一个美股 它们基本上 就流入市场 它没有流入实体 那当然美股 我经常和大家说 不会大跌 一来说大家看到没有 它是周线 从技术的一个角度来看 它周线是走得非常之厉害的 红色飘大 月线 大家看到没有 所以现在 又开始回落 回落 不会太多 那现在收音足 资金又回落 那基本上 我们可以以这个 前低位作为一个 它的指示位 那现在整体回落的趋势 那杜瓶斯指数 都是越洋 大家看到没有 资金 收音足 回踩 回落 都有回落的风险 不过大跌 也认为不会 大家看到没有 周线月线 都是红色飘大 走得非常之好 好吧 这个就是美股 那上证指数呢 上证指数呢 大家看到没有 出现了估出信号 那估出信号 那估出信号 是不是大跌呢 我们要看 那我经常跟大家说 那前一天 还没转到超慢 那我看到 那它会不会大跌呢 我们要看它本质 资金 资金现在是流日的一个情况 最加上我们看长远一点 一长远一点 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周线图非常之好 周线图我们知道 一旦转了 起码 是几长时间 是不是一个月 大于一个月 少于周线 我选太字 然后少于一年 所以这个时间非常之长 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说 五月港股呢 包括现在A股 都是相对来说 比较好的原因 好吧 最加上大家看到没有 它吹了通过的飘大 走得非常之美 是不是 上方基本上 突破之前我跟大家说的 顶部 什么顶部 有没有发现 这里好像一个箱体 箱体结架 好像突破了顶部 然后它最主要有资金入场 有资金入场 它力度是否没有大 所以从中期来看 中期 这个沽出信 基本上就是一个短期 最加上现在本身的日线 它有资金入场 所以我基本上去判断 但是它在这个红飘大附近 这个位置 三六零六 三零六零 这个附近 没有具体 没有精确 那么准确 基本上就可能有次 有波反大 所以短期呢 上正至短期的一个回踩 好吧 这就是蓝尚和大家分析的 美股和A股 好了 美股和A股 我们知道 总结 我可以和大家说 美股现在因为减息的问题 降息一样 暴致开始回调 不过不会大跌 一直都是这样认为 这个就是美股 A股现在乃遂认为 短期的短调整 短调整 我们这样的一笔 省一下时间 好吧 那么港股本身 会不会像上正指数 因为我们知道 刚才和大家说 港股的根据 因为它的一个成分股 那么多是来自 内地企业 那么港股呢 港股呢 其实通过本身的技术分析 乃侠认为 都是一个短期的调整 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周线图 大家看到没有 现在这里是转红色票带 红色票带指数已经上穿了 红色票带 这里是上沿变支持 港股走得好 而且特别好的就是 因为这个资金是流入加速 还是流入加速 所以乃侠物和大家说 这个辩驳不要紧 一周一个案子 还没转红色 我们依然按照 它资金流入去对待 对不对 最加上现在大家看到 KDJ 有折扣会不会到100 那这个100 基本上乃侠物和大家说 基本上 至少都是2到3周 还有超买 或者3到5周 如果按照传统的话 对不对 所以一个月是止消的原因 特别是我们KDJ这个位置 所以无论从周线图来看 它是好的 OK 当然我上一期已经和大家说 短期我们怎么看 短期现在升了这么久 有没有回落 通过时间我们看到菲波纳契索列 这个菲波纳契索列 其实之前用周线图都和大家分析过 日线图乃侠 发现多一个方法 就连续 延续 延续菲波纳契索列 我帮他命名好些 为什么延续呢 因为按照23号这一天 13个交易 这里遇到高位 我们最次以这个时间为起事点 最延续之前这一波的一个阶段 因为到了后面 可能时间会越累 偏差越大 尤其是到了89 这个结束 当然 因为延续之前这个时间 基本上也对应得到的 这个时间 比如这个第8个交易 和21个交易 和21到34 基本上对得到的 就是非高即低 当然在这个位置 李sir都因为外部环境影响 当时判断很大机会是高位 现在看回都是不对的 这个李sir都认为自己有错 要承认 OK 现在整体看回转值 是低位 因为他会 我刚才跟大家说 因为这个是政策的原因 是估计不到的 如果从当时技术分析 或者外围因素 那其实跌的比较多 或者如果当时在这个位置 就开始转值的时候 我就判断低位 因为当时的一个情况影响 这个李sir无法预估 好吧 当然现在升了这么多 是不是要到达 我们下个三十四个交易 当然这个时间 李sir跟大家说 李sir 上一期跟大家说错了 不是 不是三号 不是三号转值 为什么呢 因为李sir忽略到今天 五月一号是优势 所以计多了一天 其实转值 其实是六号才能压 所以这里李sir跟大家说 四岁如一 现在这里中间 十三个交易 这里经历了多少个 多少个 二、四、六、八、十 十部交易 按照这个时间推 那是六号才能压 所以当时李sir不是跟大家说 很大机会 为何要四号才跟大家 五月四号才跟大家 先跟大家说 我们五月的趋势的原因 不论如何 现在这个时间到没有 我先跟大家推测 这个六号 大概 我们明天后日 转值完时间 大概是什么方向 会不会回踩两天 一天有反弹 现在目前看 都有这个可能性 因为等分析日线的时候 就跟大家分析 然后目前来看 大家整体 大家看到 五月六号 做一个原因 大家看到没有 刚好就撞到我们的一个折戏 因为五月五号 立下 很多时候 如果是折戏 都是一个转折时间 如果遇到折戏 基本上 可能会推迟 或者遇到中公中间 不是之前就有推后 那现在整体 我们怎么看 现在这个事 现在这个事 我依然按照李sir跟大家说 我们关注KDJ 这个是最重要的 什么时候脱离了 超卖它 按照时间 当时不是和大家说 按照传统 是不是三到五个交易 就去到尽 的话 当时不是和大家说 是五月三号 是不是 现在看回 不是五月三号 撞不到时间 无论如何 基本上 我们判断这个 什么时候会回落 所以我看到 资金现在开始微量減约 这个有个比较不好 而且 我们知道 我们星期昨天 是收了一支假的 假音竹 说明力度 非常弱 当然 我经常和分析行指 通过三个环节 外围 第二个就是外汇 夜期 第三个就是周线和日线 看回资金 资金肯定放低一位 因为一个市场 能不能升 肯定要看资金 资金到了 我们先看回趋势 又未到 所以我经常和大家说 趋势到了 资金未入场 我们都要等待 最近很多同学问 无论港股 美股都是 现在我以为 还有一个 短期有受减息的影响 所以大家看到 美股 不太好 调整 所以说 最容易影响 它本身 已经到处要 技术调整 比较理所当然 要调整 第二个就是 外汇夜期 周约我已经和大家说 基本上都行好 所以现在有回落 美股的影响 为什么和大家说 短期调整的原因 因为技术行好 趋势一旦完成 就不能够 比较容易 逆转 所以短期 我们看看 究竟是否 即刻要回落 外汇夜期 判断 首先 我刚才和大家说 相征之处 现在出现估出信 和行之 更距 当然我们知道 香港这边 就放一日假 内地 美股这边 基本上 就到下个礼拜一 星期六号 星期一才开始 无论如何 上证 现在基本上 就弥补之前 香港这边的 附会值假期 基本上 他提前已经出现估出信 那边他即将来 可能回落机会 比较多些 通过双重保管线 基本上 大家看到没有 都是到地 很多时候双重保管线 碰到 最加重估出信 回落机会比较多 从上证指数 区别去看 第二个 就从外汇 外汇 大家看到没有 外汇 虽然目前美元指数 好像上升 上升 上升不上 不过 大家看到没有 资金开始转红灯 那边 上升的机会比较多 那美元指数 升的机会比较多 最加上 它不减息 越来淡化 那升的机会更加多 那边人仔 就肯定比较弱 虽然现在资金日常 所以目前来说 外汇 暂时 在一个薄月当中 那看夜期 夜期 大家看到没有 受美股影响 美股跌了570点 所以夜期 大家看到没有 夜期 那为什么 呂布学员 问 呂布学员 为什么之前这个位置 就出现沽出信落 因为当时 开市的时候 这个微突破 突破了之下 沽出信落又消失了 那现在 是我们星期 我们星期二 出现了沽出信落 那无论 沽出信落 暂时未消失 基本上就是正确的回落 最加上大家看到没有 资金 因为这一天 对表我们明天周四 大家看到没有 他提前推测 这个系统 富同牛牛 大家很多人用的 资金价格 那边回落 所以现在回落 我们知道下周一 星期六 会不会调整两天 所以这两天的趋势 我们看到是回落比较多 那回落呢 星期六 我就看有没有反弹的机会 所以现在回落 当中的话 看回落多不多 多的话 基本上 碰到飘塔附近 就会反弹 这个从夜期的级别去看 所以目前来看 哪些判断 现在看回 我们明天就低虚的机会比较多 不用说 希望它正常回落 从趋势级别来说 周四 和周五 因为升了这么多 应该会调整 调整两天至少 这个比较正常 理所当然 回落当中 就看这个力度 力度大和小的问题 但是如果 如果 回踩到红色 在附近 那就下个礼拜 一六号 可能会反弹的机会 反弹的机会 反弹的机会 我就看有没有收 羊竹的问题 现在目前是这样推测 所以说 还有关键 我们看周四周五 是不是预期 连续两天 回落的一个趋势 好吧 这个就是黎sir和大家分析的 恒生指数分析 那么关键 还有一个 KDJ 是不是开始少一百 大家要关注 OK 那么 恒生指数分析到这里 当然 现在行情就行好了 所以 现在大家就 一定要利用知识工具 去最结合自己的心态 去做股票 所以现在 最近都比较多 同学问到 系统经常问到 是不是乱狗 可能对比了放假 港股 美股 A股 平板 这些 坏了 电脑怎么办 这些都是装了APP 你是哪个APP 就是设备登录都OK 而且还有实时报价 好吧 如果在哪里 联络乃sir 大家好 在视频下方 找到相关的link 然后自己点击 就联络到乃sir这边 OK 那我们看看个股分析 阿里巴巴 中海游 小米集团特斯 好吧 阿里巴巴 是YouTube channel 我记得实际生 找到 OK 我扶回他的 9988 大家看到没有 09988 首先我们判断一只个股 好不好 首先看他有没有壮家 壮家有的话 我就再判断 他是有没有趋势资金 对不对 那现在阿里巴巴 就尽入了 超买他 周线图 其实呢 我们看到 只要守住70元 基本任务 71元 就OK 70元 那当然现在短期当中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富途牛 可能有个筆 我们打开通达讯 那其实 星期一就已经出现 顾出讯号 所以我星期一 就已经提示了大家 要去回落 回踩 因为通过趋势资金来说 它上涉力度 都是减弱当中 所以回落 回落当中 乃长认为 现在飘带走得这么美 基本上都是71元 大家看到没有 都是71元 这附近 基本上周日线 就比较大机会反弹 好吧 OK 这个就是阿里巴巴 好了 中海游 今期主题 石油 就行得非常之美 883 那现在就破了 破了顶 20.75 那首先我们看到 庄家就满了 不过大家看到没有 庄家成本 基本上 这个就比较不符合实际 不过我们自己看颜色 好吧 因为有些学员 他比较仔细 就认为没有可能庄家百分百 但是乃长认为这个系统 颜色 起码被大家能够直观一点 并且这个系统 又没有 不符合实际 整体我们知道 庄家多 就肯定升得比较厉害 对不对 中海游 大家看到没有 乃长认为通过双重报应线来看 大家看到没有 这里已经到顶 会回落 从周线图 资金角度 大家看到没有 资金现在开始减弱 从月线图本月 顶多乃长认为 去到尽 就是21.7元 因为从月线图 基本上到顶 这个月线图 周线图 空间比较多 乃长认为现在来说 比较高 而且通过不破不辣 不破不辣 一般来说 我不是跟大家说 创新高 破顶 基本上大家一定要减磋 所以乃长认为 最加上现在的票带 大家看到没有 比较不远 所以说 可能短期有风险 大家记住 883 好吧 到顶先和大家 去到尽 乃长认为21.75元 那小米集团 1810 小米集团 大家看到没有 庄家就不用理解 资金 而且庄家线行得非常漂亮 不过短期 可能有少少回落 一大盘可能也有回落 所以说现在大多数股票都是调整 所以现在行指数方面 都是调整机会比较多 因为是小米集团 那多少呢 顶多16.5元 这个位置 一票带会向上 好吧 这就是乃长和大家说小米 他说完港股 最后两只美股特斯 特斯呢 其实我在一段频道 这位资深的投资者 当时 我记得 这位 我当时说按照指标 肯定是减少回落 为什么呢 因为最近大家看到没有 马斯克 特斯克老师 过来中国 我认为 又是一个政治的因素背後 所以说 他比较大能够突破 所以说很多时候 技术指标 一定要减下外围因素 所以这个是乃长一直跟大家强调的 因为从周线 日线来看 现在是没有专家的 如果从技术指标 你并没有 他不准确 并不是 因为我认为是因素 因为通过当时这个位置的时候 大家看到明星期五 其实按照技术指标 肯定回落 因为来说 刚才跟大家说 因为政策或者 那些幕后的一个操作 各方面 对不对 他的标升 厚高区 所以变强 所以现在 特斯呢 强者越强 他就转换 现在大家看 要守住164就可以了 本来我回覆 各位资深的投资者来说 基本上这个位置是要顾 我以为因素 改变了他的形态 而现在技术指标 反而要守住这个位置 所以很多时候 技术指标能够做到百分百的原因 就最似于这里 所以这里 大家能够感受到 是不是很深刻 特斯呢 最后一支 可下可乐 可下可乐 现在转好 大家看到没有 虽然说庄家 现在有少少减少 因为庄家线 走得非常漂亮 大家看到没有 所以现在都是看好状态 看好 大家看到没有 基本上都是铁住双重布囊线 所以目前来说 乃长认为这支是可下可乐 所以有同学问 现在是否还可以进入 乃长认为还可以 因为美股是非常之强 好吧 那就是乃长和大家说的 好了 那今期节目 有时间比较长 说多了 下一期 还每逢周三和周六 8点到9点 好吧 今期节目就过来到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